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要养成良好的习惯 随着计算机使用时间的增加 磁盘中就会出现很多垃圾文件 冗余文件 或者产生不连续的碎片 影响计算机的运行速度 稳定性和安全性 因此定期对磁盘进行各种维护是十分必要的 1.磁盘清理 磁盘清理程序是一个维护与节省磁盘空间的工具 它对磁盘进行扫描后 删除垃圾文件 例如旧的临时文件或无用的应用程序等 以释放磁盘空间提高电脑运行效率 例如要对系统盘C进行清理 操作步骤如下 第一步 单击开始菜单 选择所有程序 附件 系统工具 磁盘清理 第二步 选择要清理的驱动器 然后单击确定按钮 第三步 系统开始扫描磁盘分区 扫描完成后 列出可释放的磁盘空间 勾选要删除的文件 然后单击确定按钮 第四步 单击删除文件按钮 开始磁盘清理 二 磁盘碎片整理 当使用一个新的磁盘时 系统会将文件保存在连续的扇区内 使用一段时间后 经过反复的写入和删除文件 就会造成将一个文件分成两个 或多个不连续的分段 即一个文件被保存到不连续的扇区 这样在读写文件时 就会增加磁头的移动 降低系统读写磁盘的速度 这就需要使用磁盘碎片整理程序 进行碎片整理 例如 要对系统盘C 进行磁盘碎片整理 操作步骤如下 第一步 单击开始菜单 选择所有程序 附件 系统工具 磁盘碎片整理程序 第二步 选择要整理的驱动器 然后单击分析磁盘按钮 第三步 根据分析结果决定要整理磁盘时 单击磁盘碎片整理按钮 开始碎片整理 第四步 磁盘碎片碎片整理完毕后 单击关闭按钮 注意 进行磁盘碎片整理时 可以不经过分析磁盘过程 而直接进行磁盘碎片整理 磁盘碎片整理通常需要较长时间 建议在空闲时间进行 用户也可以设置磁盘碎片整理计划 让磁盘碎片整理程序 按计划自动运行 设置磁盘碎片整理计划的操作步骤如下 第一步 在磁盘碎片整理程序窗口中 单击配置计划按钮 弹出磁盘碎片整理程序 修改计划对话框 第二步 勾选按计划运行复选框 设置频率、日期、时间等参数 第三步 单击选择磁盘按钮 选择要包含在计划中的磁盘 单击确定按钮 第四步 单击确定按钮完成设置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